哈喽大家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 iPhone的照片上面加上 例如说你想要在特定的照片上面印上日期 你使用的相机手机以及地点的话 就可以使用今天的方法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教学 一样会用到捷径这一款App来执行 那捷径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App的工厂 可以自己写出自己要的功能 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写出这样子的捷径 那如果过程你觉得太负载没有关系 我也会把下载连结直接放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你可以直接去下载 那例如说你今天想要调整字型 或者是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等等我都会提到 那我们现在是来看一下写完之后 它这个捷径要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去找到捷径这一款App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今天写完 就会像这样子有一个照片加上资讯符水印 我们就可以点下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这边选多张照片 例如说我选了这几张 然后我就按右上角的加入 然后你会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圆圈正在跑 我们就等它跑完 好完成之后我们打开相簿 你就会看到你照片的左下角有这个符水印 然后上面就会有日期地点 还有它使用的相机或手机这样子 例如说这个是iPhone 14 Pro Max拍的 然后这个是用Leica Q3拍的诸如此类的 它会自己去抓你相片是用哪一支手机拍的这样 那稍微提起一下这款捷径 它可以自己去抓时间跟机型没有问题 但是地点的部分就有点麻烦 因为iPhone它拍照的相片资讯 它是用经纬度来表示的 它没有办法显示程式 所以变成地点我们要自己输入这样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教大家要在哪边输入 或者是你地点内栏就空着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写出这款捷径吧 首先呢一样在捷径的这个App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接着按中间的加入动作 然后接着呢我们按一下左下角的媒体选单 往下滑下去找到选取照片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蓝色的下拉选单打开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选取多张把它打开 这边 接着呢我们再一次把这个媒体选单往上滑 稍微往下滑你会看到这个 取得影像详细资讯点下去 然后这个动作再重复一次 就是在媒体选单里面呢 再一次加入取得影像的详细资讯 然后接着呢 后面不是有一个淡蓝色的详细资讯吗 我们先点第一个详细资讯 里面我们去找到拍摄日期 然后就变成从照片取得拍摄日期 接着第二个详细资讯呢 我们再一次把它点开来 这边呢我们往下滑去找到相机机型 那前面的这个照片跟拍摄日期 我们等一下会来做调整 那现在先不用动它 那我们现在呢 再一次把媒体选单滑开来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在搜寻栏这边呢 我们来搜寻文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黄色的文字把它加进来 然后接着呢 我们在文字这一栏 点下去之后 你会看到中间这一排蓝色的 有没有 我们先选拍摄日期 拍摄日期选下去 它会跳出这样子一个表单 让你来选日期的格式 那这边呢 我们到日期格式这一栏 这边呢 我们点下去这个中 里面有一个自定 我们选择自定 然后这边它跳出了一列 有点复杂的日期对不对 你就看着下面的这个范例 就是它最后会出现的样子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它日期的格式 我会把最后调整完的那一行字 贴在荧幕上面 就是大概就照着那个英文字来调整就可以了 那我这样子调整完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没有任何中文字的日期 还有时间 就是比较简约这样子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有怎样的格式 你也可以自己调整 好那这样子写完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叉叉储存起来 那如果之后你想要回来改这个日期格式的话 你就是按一下这个拍摄日期就可以了 它就会跳出刚才这个表单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加入地点 那因为我刚才也有解释过就是 这个捷径它没有办法自己抓到地点 所以地点我们要自己打上去 例如说我今天去日本玩好了 我就可以打东京 或者是你要有英文的东京也可以 就是字型会比较一致 然后记得中间要有一个空格 打完地点之后呢 我们换航 换航之后呢我们打Shot On 然后接着呢我们在中间这一栏 选择相机机型 也就是它会自己去抓你相片 是用哪一台相机拍的 然后它会自己加在这个Shot On的后面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划开下面的选单 在里面再一次选择媒体选单 然后往下滑呢去找到 调整影像大小这个选项点下去 那会多这个步骤是因为之前有测试过就是 捷径它会让照片莫名其妙的变形 所以有这个步骤会保证我们的照片 跟原本的样子长的一样 接着呢我们在大小640这边点下去 这边选百分比 然后前面出现一个半透明的100 我们就点下去然后一样打100 然后按完成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把这个 媒体的选择单滑开来 然后往下滑 往下滑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复叠文字 然后点下去 然后这边呢再以调整大小的影像的 中央复叠文字 这个蓝色的中央我们点下去 这边你就可以选说你的字要印在哪一个角落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样印在左下角的话 那我们就选左侧底部 然后这边有一个位移0% 我们就点下去把它调整到2% OK 然后后面有个淡蓝色的文字 我们点下去 然后在这一排蓝色的字里面呢 我们去找到这个黄色标示的文字 有没有点下去 OK 然后下面这边呢有一个下拉选单 这边大家就可以进来调整你的字体 或者是字型大小 那刚刚开头我示范的那一个呢 我使用的字体是Ariel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到系统这边点进去 然后选择Ariel 那字体大小的部分把它调小一点 我记得预设是有一点大 然后在文字排列这边呢 我们按选择 然后靠左侧 那就是看你今天是放在你照片的哪一边 然后你的文字要跟哪一边对齐 就是可以在这边调整 然后字体颜色呢使用白色 那给它一个小小的外框 外框就是也不用到全黑这么重 就是深灰就可以了 那这些东西如果你等一下不满意 你也可以回来调整 接着呢我们再一次把媒体的选单滑开来 然后呢我们往上滑 去找到储存到相簿 然后它就会出现将包含文字的影像 储存到最近项目 那如果你希望最后储存到指定的相簿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把最近项目这边改成你指定的相簿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加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重复 所以我们先把媒体选单滑开来 然后按右上角的叉叉把它关起来 然后呢在这个搜寻栏这边呢我们打重复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复每一个点下去 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步骤有一点点困难 就是我们要将这个重复 媒体中的每一个项目把它滑到最上面 那要怎么滑呢 就是我们先长按这个选项 然后呢把它往上拖 拖到这上面 我们要把它拖到选取照片的下面 在这边把它拖到这里然后放开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把结束重复这个呢 把它拖到最下面 我们先按着这个选项 然后把它往下拖 拖到最下面 拖到这边 OK 然后我们再回到最上面呢 我们来看到第三个选项 叫做从照片取得拍摄日期 我们选这个照片 然后按清除变数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淡蓝色的影像呢 我们都点下去 然后选第一个选取变数 这边会出现一个repeat item 中文叫做重复项目 我们点下去 它就会变成从重复项目取得拍摄日期 接着下一个选项也一模一样 就是按这个淡蓝色的影像 然后选择选取变数 然后repeat item 它就会变成从重复项目取得相机机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 依照百分之百的百分比调整文字大小 这个文字点下去 然后清除变数 然后就变成调整影像大小嘛 我们把这个影像点下去 然后选择选择变数 然后一样呢选择上面的repeat item 那这样子呢就全部写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捷径跟你的捷径哪边 一样或是哪边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把它改成跟我一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按右下角的播放键 来测试看看这个功能 在这边有一个补放键点下去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选照片 按右上角的加入 那等它跑完之后呢 我们就滑到最下面 你就可以看到完成品 然后按一下这边有一个放大键 有没有放大图片的按键呢 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或者是你到相簿里面 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照片这样子 那张照片它的原图 也还会存在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这样子就完成啰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帮这个捷径面一个名 就是我们到最上面这边有一个标题有没有 点下去这个标题呢 按重新命名 这边我们帮它取个名字 我帮它命名为照片压资讯符水印 然后呢我们按右上角的完成 那在左上角就会出现 我们刚才写完的这个捷径 那以后呢我们要再次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进来捷径这个app 然后直接点下去它就会让你选照片 锁定完毕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存到你的相簿里面了 就很像自己写完一款小小的app这样 那之后如果你想要变更地点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按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点下去 那我们去找到文字这边的这个TOKYO 然后呢这边删掉 然后打上你的地点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调整文字格式的话 你就是可以到这一栏 然后打开这个下拉选单 你就可以选择字型等等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有建议的主题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另外一些比较顺话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